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处理了一个多世纪 风符相张 光阴藏入年轮 迷鬼静默百余年 细着遗凉的过去和现在 时间的痕迹可以挥洪沧桑 越过山丘 穿过记忆的隧道 时间也可以由味蕾来表达 一切要从小玛雅说起 一两烤鸭之腔的名头 便要挥洞于这群小可爱 待小玛雅长到出肥 腿脚刚刚变得玛丽 一生便戛然而止 而一两人仅在鸭翅下方开一小口 即可取出全部内脏的身后功力 则为小玛雅的离去 留得了顽肤和体面 温水净润 促使毛孔张开 再以蜂蜜抹遍全身 小玛雅感受着人长心的温度 这是它第一次与甜蜜油染 为了让鸭子彻底支冷起来 需要用芦苇制作 芦苇不仅让鸭子生前熟后 都能保持昂首挺胸的体态 同时也在制烤的过程中 献上植物的清香 以松茅卷做燃料 是一两烤鸭的创具 松茅卷需手工编制 过程虽减 却是慢工细活 半米多长的松茅卷 形似马花 带有松茅的挥发香气 香蕉木柴 其燃头时间短 少烟尘 灰烬堆积后 可形成热度均匀且持久的暗火 这一碗水既可提供水气 以确保鸭肉细嫩 也可避免渗出的鸭油 滴入火堆产生烟尘 土皮烤炉 内心火热 小麻鸭涌入它的怀抱 接受命运的制烤 待重见天日 也是通体精黄 人类对制烤肉时的迷恋 早在进化时期就已写入了基因 一粮烤鸭色泽诱人 肉香飘扬 最能揭发人本能的食欲 以丽人相接 美味轻易便可拆解 皮酥 肉嫩 骨软 以及恰到好处的肥肉比 浮以甜面酱 椒盐和葱白食汁 肉食爱好者无人能聚 光阴流转 风月不改 启笛声已成回响 南盘江春绿两岸 鹅黄色的小麻鸭们 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一粮人 用细小的味蕾 镇住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们满怀信心 追梦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